今天出发到哪里 七楼 多少公里 好 导航导出来就不止了 准备出发了 这把枪还要吗 昨天呢 这一把枪 给哪个小朋友 生树林 生树林 我们实际导航肯定绕山路 会多一点 11公里 我看是在四区发现 但是为什么要这里面绕起来 也是到山上的 我们四区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 经过四区买东西就行 没什么草了 不绿 但是看看苍凉的感觉 好 我们去堂去越野一下 草地里面 有烂路就可以越野了 那倒也不可以 说得好好 这路说越野 真的越野 这路在修路了 前方是塌方了 这感觉 你看右侧的山崖 全部是泥石流掉下来的 当然不是现在塌的 是之前的 把整个路段全部压住了 也没有人修了 因为过年嘛 小面包都越野能力蛮强的 小面包就是后驱的车辆 下雨天的话 这个路就比较大滑的容易 对象来车还要倒 就这一条道 我选的也不算小众的景点了 还等着等他们走 我们到那儿也要 也要 对啊 估计堵在这里面 对那我们之后一上下 现在也不好 要不就算了 掉屯发 我觉得有点费劲 可能也很好玩 但是因为我们也没进去 所以我不知道错过了 也不可惜 我们换一个景点吧 再倒一倒 不早了 没有了 也行 今天本来要早点睡的 高丽贡山 还好我们掉头 后面排队那么长 第三个 他们还在排队 这么好玩吗 都是当地人 对 每一台都是云M 你看 当地的在玩 肯定很好玩的 他们都不想撤退 你看 就那个掏荒都阻止不了他们 都是M的 看 这辆是浙江的 都是云M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我感觉好像是有四年来的 还羡慕他们这些电瓶车 坐那摩托车 大哥带我出去 我到底选了什么景点 我的妈呀 干得很少坐 在山区外的 是躺 这是外地 想跟来的人说 前面好多人排队 别去吧 来跑两点 紫棋东来 段家的玉府 两只高厢 段家玉 一螺玉 马家玉 官四玉 天呐 下午三点四十分 这个时候最晒了 睡个午觉起来 去拱点白菜去 那边有白菜的 那边还有肥猪 还有兔子 带你坐下来 过来 好快的 这边 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台全新的EV客的3.0T的8AT的一个车子的价格多少 就是短轴的 不到20 17万多一点 电车 就是 区间车 内部车 这边因为有儿童乐园 有小孩的一个活动 但住营地车的并不多 往上走 过了这几个营地车 两排之后就蔬菜地了 他们问我这边养猪味道大不大 而一般人是不知道这里面养猪的 根本闻不到 养的也不多 大概四五头 我们也是正好 散步逛过去 才发现的 就在前面的房子后面 离我们也有个 一百多米 或者两百多米 就上风 风从右边吹过来 它在左边 我们在右边 所以风向不对 好蔬菜地到了 农耕研学基地 我们是来研究农业的 包菜 包菜 包心菜 白菜就是 莲花白 原产地中海 那还有个白菜 白菜 原产中国百方 拔的木头 小树林前面就养猪圈了 那个房子里面 猪圈 猪圈就在这边 看 二师兄在睡午觉呢 这边还有兔子 我就不走近了 尽量不经到他们 那有两个 那里面应该还有 至少 哭咕哭出来了 看到我了 二师兄也很聪明 又又又爬上来 这边有二师兄 有几个 一小女在会保护你 这给他们吃南瓜 小白兔也吃南瓜 小白兔都长红眼病了 你看 小白兔也只能吃了 吃饱了 还没吃饱了 这边的应该是蚕豆 油菜花 种菜 云南的蔬菜特别多 这个是包菜 还是花菜 云南 你看这花菜已经浪费了 感觉 从这看过去 前面 房车的营位置 这个位置 再往前 过了这片 如林 花菜就这样 一棵一棵 这个已经被挖掉了 这个花菜 剩下对花菜羹 就可以喂猪了 云南光照充足 种的蔬菜都蛮好的 生长得快 只要浇水就可以 这边就是冬天会比较干旱 都要浇水 包着狗还要摘菜 摘一点 怎么都是农民 就摘过一遍了 它尝出来就摘掉了 看到小萝卜 这又冒起来的萝卜 干一棵花菜 有机花菜 这边也有挑一棵 这一棵特别大 松开来了 这正好 还好 看这花菜都放半个脸膨 然后你来试肥 不怕它们摘掉 它们就那个 有还有虫脑 这绿色的 环保 对吧 这土质你看 匆匆的 这切点 这切花切掉了 嗯 来点 来点吃个点 就 这是哪边 这原路可以做的 这是 是 不是 有门 是吗 嗯 还是行 好 来 小米 小米 薄荷叶 哪里有薄荷叶 稍微蘸两多 有了 茴香 葫芦 地方特别大 茴香 幸福农场 到那边看看是什么 没有了 上面看过 还有花菜 包菜 小米 过来 走 看小米都认识家了 跑在我们前面了 在十两天他都认识哪条路是回家的 院子里面去路 晚上炒菜捡吃 好新鲜 这个蔬菜滚回来了 菜捡现在还是很新鲜的 不至少开始做菜了 咸肉炒辣椒 炒花菜 咸肉炒花菜 对 放点辣椒进去的 是吧 这个花菜 这个厨房用出来还是蛮舒服的 是吧 一排 再放不下 就放到这边来都可以 整个房车半个就是做菜的 也没啥油烟的 为什么呢 油烟机刚开了 然后顶上看 这个西风很厉害的 也是 两个一排就没啥味道 因为我们看车内的湿度就比较小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 房间这边你看 不受厨房的影响 下午16点52 湿度32% 温度23.7% 正好 再看电量 有太阳能的电量就是92的电量 起锅烧油了 没啥影响的 这个油锅不要太高温 它烟很大 没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油 不像以前的菜油 所以 车内做饭完全是没啥问题的 根本没什么太多的油腻的 我们看来摸摸看 随机的 看 都干干净净的 没啥 对啊 包括杀厂上面也干干净的 这上面有一点点油腻的灰 这顶上有一点点 没擦过 好了 油烟机不开了 车内做饭也不错 蔬菜荤菜不都有了吗 两三个人吃 够了 滷牛肉 好的 滷牛肉是吧 也没啥油 好 坐吧 别客气 提供 在一里